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前面咱们学了很多处理图片的方法 对不对 有缩放 有加水印 有剪切 有旋转 有翻转 对吧 这些操作基本上都是我们做一个网站 对图片处理常见的方式 对吧 那如果每次用这些处理方式都自己去写一遍 是不是很浪费时间呢 对吧 只有学习的时候你用过一次 了解一下算法即可 对不对 了解PHP特性能干这个活也就行了 那实际干活的时候呢 我们怎么办呢 找一个对象 帮我们完成 对吧 那这个对象呢 里边就有这样的功能 只要我面向他该干的活 他都能帮我干 对不对 而且咱们前边写的那些方法 怎么的 写的那些函数 都是仅为了实现功能即可 我没有加太多的处理方式 对吧 那如果有一个对象里边把所有的问题 所有的情况 所有的不足 如果都考虑到 那这样的一个对象是处理图像 就非常完美的 那我拿到他处理图像 是不是都是质量非常高的 所以呢 这节课咱们就学习一下 咱们细说PHP里边的一个类 图像处理类 好吧 用这个类帮我们完成 大家觉得类不满意的话 你可以稍稍稍稍的修改 变成自己的 或者直接拿高老师这个类 直接用也就行了 对吧 这样的话 你就不会前边的单独处理 会用这个 也能完成图片的所有处理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类 长什么样呢 就长这样 你match.clap.prp 对不对 那我们打开它 这里边就是将前面 咱写过了代码的一些混合 对不对 看到了吗 是不是感觉比较长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么长 我就不给你一点点敲了 咱直接会用就可以 对不对 其实的算法呢 就是前面咱们写过那些零散的函数 合到一起去的 对 就这样的一功能 再加上一些细节的处理 就完事了 那这里边咱看一下 公用的方法都有哪些呢 首先看一下 这是什么 构造方法 构造方法 需要你指定一个路径 如果不指定路径的话 就默认找当前路径 对吧 嗯 然后这里边还有工作方法 什么 缩放 还有工作方法 什么 刚才看到的是 缩放 这是什么 水印 对吧 还有 靠去什么 剪切 就这三个方法 你能用对不对 当然还有多个方法 其他的方法呢 都是私有方法 为那三个方法 服务的方法 看到了吗 对吧 所以呢我们一个一个用 比如说 我们现在图片位置在哪啊 是不是在当前位置啊 我就不用存入境了 对不对 然后看一下缩放 那缩放这里边 还记得到前面写过缩放函数 对不对 缩放图片的名字 缩放多宽多高 这里边用了等比例的处理 然后呢 后边还有多一个参数 默认是 tn是下号线一个前缀名 就是新产生图片的名称 原图片的名称 给你加上什么 这个前缀 对吧 而且咱们这些方法是 不管你什么格式的图片 当然了 我只要是支持三种 gfpng 对不对 gpg 对吧 这三种图片任何一个图片 都可以直接使用 知道吗 你原图片什么格式的 保存就是什么格式 咱们跟前面做的实验 都是一致的啊 这是前缀 对如果前面你不写的话 他就使用th下号线开始 对不对 不会把原图片覆盖 那如果我这个留一个空字无串 在那个参数地方 就会把原图片覆盖 对不对 如果需要把原图片覆盖的话 你就留一个空字无串就可以了 这是对功能 那反回来的就是什么 就是真假值成功还是失败啊 我们来试一下 做一个test.peerp 那我们先缩放图片 缩放之前 首先我得什么 包含这个类 对不对啊 image.class.peerp 那我们include包含一下 image.class.peerp 那管包含不行了 我妈面前对象 我自己创建这个对象呢 img等于new img 那默认这块是当前路径 不传就可以 对不对啊 或者是你可以当前路径 对吧 对 不写就是当前路径 如果这些图片 看一下 如果这些图片很周期 在这个目录下 假如说 你match这个目录下 对不对啊 把它 拨背过来 是不是在这个目录下 那我把上面这些图片删掉 那我就需要现在 操作的时候 是不是就得指定这路径了吗 当前路径 也match什么 对吧 就可以了 那处理图片 都是这个目录下的 首先呢 我们用缩放 反回来的 就是什么 反回来的不是正假的 反回来就是那个 新的文件的名字 对不对 那我就收出 什么 img里边有一个thumb 缩放的方法 对不对 加个换行 那对哪个图片进行缩放呢 这里边 咱们对那个大象进行缩放吧 jpg对不对 这图片很大 那我这块 这个名字叫做大象点jpg对不对 然后多宽的 比如说 比如说是 如果超过图片本身的 我们看一下这图片多宽 这个图片是 1001乘669对不对 那比如说 我缩放成 1000 乘1000的 当然了宽度说 那这个是不是会 压缩或拉伸呢 不会的 是等比率缩放对不对 然后呢 我这块 最后一个是不是前例名 th 比如说 1 下方线 这是一个 那我缩放成 多个 随便解几个 2 3 4 5 6 7 8 8 8次对不对 这一切 那这块就是什么 比如说 800 乘800的 然后这块是 600 乘600的 如果你指定的高度比圆图还高的话 是不变化的圆图 对不对 然后这是 比如说 400 乘400的 然后这块 是300 乘300的 然后200 乘200 然后这块 100乘100 这块再是50乘50 看看了吧 那我们看一下会不会输出我们这些图片名字呢 loghost test.trp 看一下 是我起的名字 在这块 那它会在图片所在的目录下 你看 对我这块 使用缩绿图 是不是都生成这些了 这是源头对不对 这是缩放度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这些大小的 你看大小越来越小 对吧 越来越大 是不是缩放出这么几个图片来 那我们如果使用这函数 我们只需要一条代码 或者创建这些一条代码 是不是就可以缩放了 这是我们处理缩放 就把缩放的过程是变得很简单了 而且什么格式都可以 就知道吗 对处什么格式都行 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 加水印 好吧 使用echo也是 反挥 什么 新的图片名 WATRMARK 是吧 水印呢 第一个参数 就是什么 就是圆图 比如说还是大像.jpg 好吧 还是这个图 那第二个就应该是水印图片 如果水印图片不指定路径的话 就是和图片在同一个路径下 听懂吧 比如说pp.df 看到了吗 就是当和这个背景图片在同一个路径下 如果比如说把这个x减切到这个路径下 是不在同一个路径下 如果不在同一个路径下的话 那我这话就得指定它的路径在当前目录下 对不对 这个是在images路径下 是不是这个指定路径了 这是当前路径下 然后 第三个就是指定什么 水印的位置 咱们这个指指图片水印没有做文字水印 对吧 因为一般各家网站的话都是用logo图片做嘛 水印的位置一共有十个位置 零是随机的 然后其他的位置比如说 我把这个单张打开 1的位置在这 2的位置在这 3的位置在这 4是在这的话 5是在正中间 6是在这个位置 看到了吗 然后7是在下边这个 左下角 然后8 9是在正右下角 这么几个位置 那他把这些位置咱们都写出来 我把原来说放的这些 都删掉 用这些用不上了 对不对 那看一下 我们零是不是随机位置 对不对 然后前队是W 零 末日是W 下方线 对吧 然后 12换号 2345678910 十个位置对不对 那位置不能全是量 123456789 对吧 然后我们这块也是同样的123456789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这块是 我看一下字符编码 有条吧 图片或水印不存在 图片是prp.gf 我这块写着什么 prp.gf 我这个 我把这些去掉吧 放到它相同目的下吧 这个类还是没有改过那个原始那个类 放到同一个目的下 好吧 这段试一下 小心一下 好是不是这个位置都有了 嗯 那我们来看一下 imagine 大家用这个书上的类是可以的 嗯 然后我们来 运行一下 这个位置是哪位置啊 随机的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 1 pp在哪呢 是不是在这呢 对不对 2 3 4 5 中间 6 7 8 9 是不是9位置都有了 嗯 这就是加水印 那我们再把它 删掉 这就是我们水印的处理方式 嗯 那我们再看一下 下一个 这个就是什么 剩剪切了对不对 那我们这几个图片 看一下吧 你想剪切哪个图片 试一下其他类型的 比如大象 这个吧 可以吧 那 咱们打开方式 然后是实际大小 就这么大对不对 你现在想把什么结出来 对 对 那他首先要找一个什么 要找 要找到 像素对不对 那在这块我们搜索一下 看一下 大家这里有个屋了 看到了吗 嗯 这是有一个工具尺 这是开发的时候 都经常用一些工具 看到了吗 我可以量一下 比如说我想将中间的僵尸的头 给它割下来 对不对 那首先我们要看一下 它的什么水平的位置是多少呢 加点 从耳朵这块开始就 全拿下来 这个像素是122 妹子帮我记一下水平的位置是122 好吧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僵尸的宽度是多少呢 将尸的头部的宽度是104 对吧 那有一个咱们记录一下 一个是122 对吧 这是宽度是104 对吧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再换一个方向 再看距离上边的位置 大概多少呢 大概多少呢 也是104 对吧 104 然后呢 这个头部的高度是多少呢 头部的高度108 对不对 108 108 所以 当然了 我这只是用入了去设置这个 如果用这个做的话 就没有必要了 对不对 咱们一般的剪切都是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咱上传 当然 头像的时候 对不对 找一个合适位置 那个客户端有flash的 或者是几块的那些插件 那些工具 我们一拖拽 多大就出来了 对不对 那拖拽完之后 那些工具提交给服务器的 也是这四个值 对吧 那104 前面这块就是 开始的宽度 就是开始的位置 对不对 然后这块截取的宽度的高度 是不是这样呢 那我们 在这个地方 用一下 img 当然我可以输出这个新闻念名 对不对 然后 指定cut 哪个图片呢 cs.png 是不是这个图片 对吧 从哪开始呢 从122和104 当然这俩都是104 我写的顺序不是按照 对不对 那截取多宽多高呢 截取104和108 对不对 那不写前缀的话 他默认有个cut的前缀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 能不能实现呢 是不是有一个co的前缀 变成这个 我们看一下图片 你看 对吧 是标准的 一个僵实的头就被砍下来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剪切图片的方法 那 用到这个类是不是就变得很简单了 对吧 这个类呢 只是让大家一个参考 对不对 对吧 里边细节做了很多处理啊 比如说 像我问 如果是偏激的背影带透明的 咱们原来处理的时候 是不是背影透明变成黑色呀 已经难看对不对 那是不是原来是透明的 截取完了之后还是透明的就比较好啊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些呢我在这个类里边都处理了 看到了吗 所有的地方 像这个就专门处理 那不是蛙吗 处理带透明度的图片的保持原样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考虑到了很多细节 大家假如说 说高老师这里边怎么没有旋转和翻转的 对不对 那么你按照 因为这是给大家学习用的类 对不对 如果你用到翻转和旋转的话 你可以把旋转和翻转的方法 按照它前面写的加进去就可以了 对不对 也是大家一个学习的过程 好 那这就是我们这节课向大家介绍的什么图片处理类 好 谢谢大家 咱们到这块图片处理咱们也就结束了对不对 那有关图片处理的一些细节 大家还需要多学习 能任何图像能说整部分上不能做的 其实差不多咱们都可以做 好吧 嗯 当然了这个呢 算是peerp的工具的扩展 只要把长度的掌握就可以了 不用说像竖组的字路串 研究的那么深 只要能实现你图片的处理 或者画出图像就可以了 大部分处理咱们都找像这样的类 比如说验诈马类 图片处理类 对不对 或者是统计图的类来完成的 对吧 嗯 好谢谢大家这节课就到这里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了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